大家好,你们的北土城范围又上线了 这几天251事件看到我时尔紧张,时尔愤慨 时尔觉得荒诞,更多的时候觉得瑟瑟发豆腐 今天说完这个话题,我是不是号就要没了 太平预览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周朝的时候有一个人特别喜欢穿皮衣服 还爱吃精美的饭食 他打算缝制一件价值昂贵的狐狸皮袍子 于是就同狐狸商量,把你们的毛皮送给我几张吧 狐狸一听呢,全逃到山林里面去了 他又想用肥美的羊肉来进行祭祀 于是去找羊说,请帮帮我的忙 把你们的肉割下来二斤,我准备祭祀 没等他说完呢 羊们就吓得狂呼乱叫,互相报信 一起呢,钻进树林子里藏了起来 成语啊,与虎谋皮是从这个与虎谋皮演化而来的 比喻呢,向坏人所取,枉费心机 表示呢,同恶人商量,让他们牺牲个人利益 要他们做出来让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李洪源啊,出生于普通的工人家庭 2005年呢,入职某围 12年以来呢,一直是基层员工 从来没有升过职 在这12年里,和老婆孩子呢,异地分居 自己老个一个呢,为了掏个饭汁呢,在外漂泊 老婆在家的孩子,干了半辈子,到了40来岁 被公司劝退离职 说起来离职原因呢,不是他能力不行 而是因为看不惯部门领导造假 在2016年11月21日晚间 给公司呢,发了举报邮件 后面呢,认为自己遭到了报复 说起来举报这个动作的目的啊 他的想法很简单 当时以为举报呢,会有公司领导高层呢 来见他,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 以此呢,来实现他的职业提升 对这个有疑问的话啊 可以去查那个集中工作室 对他的个人开访 有句话说的好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自己的一个妄念 动了一些人的奶酪 人家势必要反扑 那这件事呢,教育我们 职场人,你想和你的领导掰手腕 还是呢,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要量力而行 如果不能一击毙命 就不要干这种事儿 千万呢,别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那这个就是现实版的鱼虎谋皮了啊 我想升职,能不能举报你啊 后面呢,这位红颜兄呢 自己也觉察到了 在工作中呢,受到了打击报复 到了2017年的7月 他被彻底边缘化 这个打击报复的时间呢 布局还不短呢 用了半年多来策划 后来呢,他就随身带着录音笔 正是这个习惯呢,挽救了他 2017年年底呢,合同到期 他的主管和人类部门的负责人 都和他表达了不再虚信合同的意见 那他尊重公司的决定 提出了一个RN的补偿要求 谈判长达两个多小时 整个过程呢,有说有笑 是不是很可怕啊 然后签订了书面的离职协议 协议上明确呢 将在一个院内收到 将近30万的税后补偿款 那从这里开始呢 花样就来了啊 后面收到了部门秘书个人账号 转过来的30万补偿金 让他觉得没有问题的是 之前也有这样一位同事 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补偿款 那知道社会套路深 事情失控了 不是你想回农村就回农村 接下来就是吃官司了 先是呢被警察带走进了看守所 罪名呢从涉嫌职务侵占 到涉嫌侵犯商业秘密 再到涉嫌敲诈勒索 而最后定的这个涉嫌敲诈勒索 的证据就是那笔30万块钱的补偿款 以及三个人的口供 所以什么叫三人充火啊 真是厉害啊 你说你行 别人说你不行 你还说你行 等三个人凑一块说你不行了 你行也不行 那先是想与虎谋皮 接下来三人成虎 让你骑虎难下 剧情跌宕起伏 感觉身体被掏空 是不是得多来点肾保补补 而最后能够帮到他的 还是他老婆 唯有自家人靠得住啊 忙上忙下打点 找法律援助 律师都认为他有罪 最后呢靠着他老婆 天天蹲看守所门口 才找到代理律师 后面呢又通过朋友 找到了备份的录音文件 自证了清白 被关了251天才放出来 而身陷牢狱期间呢 90多岁的爷爷去世 没见上一面 孩子呢因为这件事 差点也有了一个犯罪的老爸 李洪源同学被放出来之后 这件事经媒体曝光 登上各大平台的热搜热榜 可是神奇的事是 几天之后要么被撤榜 要么被删帖 要么404 所有内容呢都神秘失踪 这里面发生了啥呢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可能是互联网媒体行业 他们的数据存储呢 碰巧都用了同一家云服务吧 你说我说的对不 总之啊 看的我是武力轰顶 木灯口袋 屁滚尿流 瑟瑟发抖 后来呢 我去查了一下 红源这个词的出处 找到一部 《太上老君开天经》 里面是这样写的 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白话文 在红源时代呢 还没有天地 虚实的空间呢 也没有分开 清去与浊气混在一起 世界呢 还是一片空虚寂寥 红源的时代呢 要长达万节 等到其终结 就是浑源时代 那你以为到了 浑源时代就好了吗 我们切往下看 再翻译一下这段 浑源的时代 也要长达万节 一直到了 被称作百成的结束期 百成期呢 也要长达81万年 而新的时代叫太初 所以呢 从红源时代 到浑源时代 就已经要经历 万节不复了 大家就不用太着急 再从浑源 等到太初了 还得再等一万年 我在爱你 能等几个一万年 兄弟们还是洗洗睡了 该干嘛干嘛去吧 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 比以往每年来的 更不平凡一些 这一年呢 被网友们总结出来了 一个送口溜 我们不妨插约饭后呢 一起分享一下 出身985 上班996 离职251 维权404 入职送福报 离职送手铐 坦白从宽 老底坐穿 手机录音 回家过年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